看到这些童星长大后的样子,网友,果然小时候不能长得太好看啊! 今年的纽约时装周正在火热的进行中,很多明星都去看秀了,网上曝光的一张照片引起了很多网友的议论。 舒畅穿着蕾斯拼接套装,短发的造型看起来干练十足,不过有网友竟然说第一眼看到还以为是蔡明。 这可过分了呢,蔡明和舒畅差了不止一两岁的。 舒畅的衣品还是很好的,只是这脸上的表情也太僵硬了一些,让不少黑粉觉得它是不是玻尿酸打得太多了一些。 作为童星出身的舒畅出道已经有25年了,演戏67部,4岁出道参演电视剧《我的故事》。 16岁的时候她在《笑装秘史》中饰演的董厄飞还备受关注。 在《金粉石家》中饰演陈坤的妹妹,那时候的舒畅和刘亦飞一样的青春可人。 但是舒畅就是属于那种喜红人不红的代表,也是很可惜了。 现如今的舒畅也已经看淡了吧,她曾经说过,我只安心拍戏,不炒作,不卖人设,不完全规则。 这句话出来她低调的作风是很受粉丝欢迎,但是也让如今不少的流量人设明星尴尬得不行。 舒畅小时候长得好看,长大之后也很好看,只是没有那么红罢了。 而家友儿女中的小雨尤浩然就没那么幸运了,小时候觉得她胖嘟嘟的也是很可爱的。 可是,越长大,尤浩然的体重一直都没有下降。这时候就不是可爱了,而是会影响星途啊。 像杨子,张一山都在圈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了,而尤浩然则感觉销声匿迹了。 林妙可小时候因为假唱备受争议,但是那也不能怪得了她。 但是越长大,她越是越长越不好看了。身材发胖也就算了衣品还烂得没救了。 花千古中的优弱当样子张子义,因为脸蛋圆圆的,显得很粗壮,而她在剧中的人涉事长得像小谷,就因为这样她经常被吐槽给体无完肤。 张子义是童青出身,天涯赤子心中那个可爱懂事的小姑娘很是讨人喜欢。 其实看着这张照片,发现张子义的五官变化不大,只是脸往横向长了。 这不?其实瘦下来的她还是很好看的不是吗?而且人家小姑娘可是学霸级的人物,现在在国外留学,接的戏已经很少了。 。 童青阿尔法最近参加的一档综艺节目引起了很多观众的注意,很多人差点就不认识。 她了,想想她98年出生的结果突然长大。 这照片看起来说是30岁以上都有人信吧,扎心了,老铁。 。 不过,阿尔法表示我希望你认识一个新的阿尔法,也许容貌真的变了,但内心更加成熟了阿尔法本人也没有建议被网友说秃头,反而自我调侃让网友推荐生发产品。 。 这样勇敢的她更让人喜欢了呢? 。 绿光森林这部台湾偶像剧相信很多90后网友都不陌生吧,剧中的小苏菲演员也已经长大了,搞怪的表情有点可爱,但也有不少网友觉得她是又一个长残了的童星。 。 小苏菲张义亭之前是在一所舞蹈学校上学的,后来因为腿受伤了,就不能再继续跳舞了,现在的她最喜欢的就是追星,最享受的应该就是无忧无虑的学习时光了。 。 家有外星人中,三十弟弟在剧中扮演的唐步古,古灵精怪惹人喜欢。 。 现在三十弟弟长大了,变得越来越帅气,越来越有气质的美男子一枚。 。 不过,剧中那个和三十弟弟合作的小童星,誓言可玩的陈曼元长大之后就普通了很多。 。 脸变得又圆又方的,只希望不要再越半了,不然可就惨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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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,在一部戏中陈曼元和光晓彤结时,两人经常在一块玩,这同框的照片中,高下利剑啊。 。 一个是明星一个是素人的差别吧。 。 。 同星的长大之后机遇千差万别也是令人唏嘘,有时候可能不是他们长得太差了,而是我们对他们的期望过高了,毕竟他们是明星啊,不是吗? 。